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讲到什么呢 讲到《现观众案论》当中的不退转向 不退转向当中前面已经介绍了 夹行道的不退转向和剑道的不退转向 就已经讲了 今天开始跟大家讲修道的不退转向 宣说修道不退转向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众所不退转的特点 第二个别说殊胜经理的夹行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众所不退转的特点 是略转和广说暗里 他的想法之舍义 想法之舍义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略所自信 修道为甚深 甚深空性等 甚深利争议及瞬间边际 这个是讲不退转向的特点的略所 略所意思就是说 也是现在正在讲修道的不退转向 修道不退转 修道是什么呢 修道是见到之后 见到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能真正通达了一切万法的实相 那个时候一刹那间掌握的 修道从二地菩萨到十地之间 也总共有九地 修道九地 整个过程称之为是修道 我们在五道当中 资粮道 加行道 然后剑道 修道 最后无学道 成佛的时候叫无学道 修道为从二地到十地之间 是肯定不会退转的 但是这个不退转也有不退转的向 修道为的这些菩萨实际上他有不退转向 不退转向是什么呢 他可以这么说他在入定的时候 深一地和四数地就通达了 深一地和四数地无二无别 深一地和四数地无二无别的时候 以这种入定的智慧的力量 所有的三十二种争议和瞬间 争损 三十二种争损全部都灭灭掉 毁掉了 因为他的入定智慧就是所有的这些争损 其实那个争损和瞬间 争损是我们现在世间的一些词来代替的话 就夸张 本来是没有的 他进行有很多的夸大气词来说是有的话 这叫做争损 瞬间实际上本来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用一些语言来进行说没有 相当于现在的诽谤或者诋毁也是之类的 本来有的东西说没有 比如说诽谤因果 本来因果名言当中是存在的 我们瞬间说是没有的话这叫瞬间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的说成有 有的说成没有的话这叫做争损 心里也是如果这样想的话 这叫做争损的思想 争损的思想 那意思就是说 修道的菩萨 因为入定的时候他远离了争损 在出定过程当中他讲经说法非常有深度 不管是辩论也好 这些可以证成不退转相 不退转相他什么样的方式来不退转相呢 他通过他的生生 通达了八种生生来 证明他已经获得了不退转相 不退转相 我们可以这么说 修道的菩萨作为有法 他是不退转菩萨 因为他已经具有八生生的实相 他证悟了八生生的实相 那八生生我们下面也讲 那这里有些可能讲到十一种生生 麦彭仁波切《百年华书相关传论》的讲义当中 记得好像讲到十一种生生 无论是十一种生生也好 八种生生也好 凡是我们真正地在入定当中通达了万法的实相 那这样的时候通过入定的力量 世俗当中他所讲的法也好 所弘扬的正法的力量 完全跟其他没有证悟的人不相同的 这一点可能我们在座的人经常也是在不同的法师 不同的一些高僧大德面前通过听闻佛法 也能基本上退退出来 退出来什么呢 虽然我们不一定完全能退出来 他是不退转或者退转这样的 但是至少也是这个人对空性 对菩提心 什么样的重视 什么样的了解呢 通过别人的演讲或者通过别人这样的引导的时候 也能退退出来 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 也能知道这个人内心当中的一些境界 比如说经常我们跟他一起吃饭 跟他一起聊天的时候 如果这个人口口声声说怎么样打仗啊 怎么样做一些世间法的卖卖 世间的一些事物 我们知道这个人在这方面比较精通的 如果这个人对深深空性方面的一些境界 虽然说得不多 但是一说就讲得特别深的话 哦 这个人应该可以看出来他这个境界 所以我们有些不退转的想也好 外在的想可以退出来他内在的境界或者智慧 这样以后我们修道实际上是非常甚深的 修道得非常甚深第一个他所证悟的空性等等 这些方面我们有八种甚深 无声 灭 还有行为甚深 我们后面会讲的《智者入门》当中也是讲了八种甚深 其实八种甚深如果我们好好地领悟的话 在佛法方面很容易生起信心 佛教真正的八种甚深也好 或者佛教的这些甚深的道理 我们许多人平时你的生活 极其健康的时候要了解 很重要的 现在的许多人们是怎么样呢 你生活非常平静的时候不研究佛教 一旦你落入一些困境的时候 你才开始思考 这可能也是人的一种规律吧 人一般当你生活在非常快乐的状态当中的时候 一般对生生的道理不会去思维的 如果你出现了一些 比如说一个人他平时可能对人生并不是很关心的 一旦你生平了 差点不是死了 那你就有点准备我如果死了怎么样 从此之后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感悟 或者说一个人你平时在特别好的境遇当中 好像没有什么的 但是你或者是关在监狱当中 或者说当你特别痛苦的时候 你才可能思维一些很多的因缘关系 我认识的有以前的一个贪官 他后来因为贪污的原因 关了六年的监狱 后来出来的时候他说对他的人生来讲 他已经活了四十多岁了 但是以前从来没有想想人生到底是什么样 就觉得是很快乐的一样的 最后突然已经过了一种特殊的生活 原来是领导一下子就变成了监狱里面的凡人 而且在入监狱的过程当中也是折磨了很多很多 最后一个人在监狱里面思考的时候 特别因果不虚 很多方面又想起来 然后特别痛苦的时候又想起来哎呀 佛教里面不是说万法都是空性的 真的我不存在吧 我哭也是空的 我也是空的 这个时候对自己的心态非常有帮助 其他的任何东西 因为你想找个亲人打个电话也没有办法的 连任何开心的娱乐都没有的 饭都很难吃得饱 在这种生活当中观空性确实很惯用 同时也好好地祈祷三宝 那个时候他信心也就增加了 人有时候可能在特别 比如说你身体也特别健康 什么违缘和痛苦没有的时候 好像考虑得很简单 什么都这样的 一旦你出现了一些违缘的时候 你可能人生当中有些最关键的问题开始懂得了 因此我就是这样觉得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很多人可能每个人追求的不同 一般来讲比如说世间的很多男人 他就特别执着自己的事业 一些女人特别执着感情 一些老人他们也特别执着自己的健康 像一些学生他们对现在的就业 自己的成绩非常执着的 但是你通用的一个药在世间当中可能很难找得到 如果我们懂得了佛教的各种因缘法 佛教许许多多的这些道理 那这样无论你是什么年层次的人 什么疾悲的人 什么样职业的人都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在生意的空性和世俗的因缘 而且每个人在寻找你追求的过程当中 你有很多痛苦和不平等 在这个时候你需要前世后世的一些因缘的关系 也要了解的 现在我们当下心态的挑战也不需要的 那这些都是在佛法里面特别地清楚 所以我总觉得一个人 地位也好 财产也好 什么都成功了 不如还是佛教上面 不是口头上说的 真正有一些内在的境界 我们并没有像修道那样的境界 见到那样的境界 至少也是凡夫地位的一些修行和了解佛法的境界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甚至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 或者说人总有 面对生老死病 这些都是佛法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用 从世间上从小到老之间 随时都是你可以用得上的 然后地方的话 无论是你到东方也好 西方也好 在任何地方你的心态 当你痛苦的时候 你有一种依靠主 然后世间也好 地方也好 那么人的话 什么样的人 我总觉得是这样的 什么样的人都需要这样佛法的开导和 接触痛苦的方法 否则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世间上 每个人都自己想获得快乐 不知道到底快不快乐呢 应该是每个人自己就知道 所以说 甚深的法 像这些甚深的道理 应该在佛法当中讲得特别透彻 这样很有必要 大家都不要一直在托 我现在没有时间 以后再学吧 其实生命非常短暂 我们每天都应该珍惜自己的时间 要么做对众生和佛法有利的事情 要么自己好好地闻思修行 除此之外 人活在世界上 当然我们需要生活 生活的基础上做这些应该很重要 下面讲到什么呢 讲到第二个 广说 广说用诗词来认清修道的本体 还有广说它的形象 修道有分类 多少个分类 然后第三个是远离真损的相 这方面有一些证论 辩论 遣除他们的邪见 下面第一个是讲诗词 什么叫做修道 用诗词来 我们平时说的诗词就是定义吧 修道的定义来认清修道 他自己的本体是什么样 那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修道实际上它的本体应该可以这么说 它是分一个假心 真心 后心 三个阶段来组成的 那么它的假心是什么呢 修道的假心的前面应该是通过假心道 顺抉择 这是我们通过假心道的修量圆满以后才能得到的 然后它的真心 因为修道的本体也好 它的真心 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最后伊地菩萨的时候已经见到了 那这个智慧没有离开的 这么一个智慧 它的本体应该是见到的 显见为主的 然后它随后的行为是什么呢 整个修道九弟 它所见到的意义进行传习 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它这里顺觉罪分是假心 然后见到是真心 后心修道 但这个修道 它可以这三个道 也就是说 假心道 见道 修道 这三个道他用分别 弥勒菩萨在《现观照论》当中 分别用三个词 有思维的词 还有成量 还有观察 用这三个词来说明修道的本体 最后面的修道 指的是修道的本体 这三个分别来对应 前面我们说 加心抉择道的时候 以闻思修当中的唯一闻 先从善知诗那里听到真理 然后再进行地去思说 去思维它 所以这个叫做以闻非为主的思维 第二个 真心见到的时候 实际上它已经完全能衡量 或者鲜量 见到了万法的思想 这个叫做成量 也就是说 他那个时候如理如实地已经 我们密法当中 专门叫做觉醒如量 真正如理如实地 见到了法界的本性 这叫做衡量也可以说 如量也可以说 鲜量也可以说 已经见到了本体 修道的时候 后现修道的时候 刚才你所见到的这种境界 在不断地提升 不断地深入 也叫做在这里 法阵法师用的是观察 我们这里用的是证悟 还有麦彭仁波切以前的那个里面 用的是可能定制吧 定制为主 你们也方便的时候 其他几个讲义对在一起 这样好一点 意思就是说 这个观察是通过再次深入地了解 了解之后就慢慢动达了其中的意义 而不断地串习 这就是修道的定义吧 这以上通过三种不同的阶段 来说明修道智慧的本体 修道智慧的本体 现在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 他原来实际上是一个 他最前面的因子 应该是一个加行道的 他自己的本体 还是见到的智慧 因为他见到的智慧以外 修道的时候 更没有其他所现见的法界的 另外一个本体没有 其实他见到的时候 智慧的延续 那这种延续不断地 一地菩萨 二地菩萨 一层一层地 学过宗观的人 大家都知道 是这么一个过程 叫做修道的本体 修道是我们很多人不太清楚的话 从理论上 应该这样来了解修道 修道的本体是这样 下面广说他的分类 那修道有什么样的分类呢 其实在这里修道的分类 主要是我们讲厚德的时候的 一些功德方面来分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 善者讲道的时候 他入定智慧的量来分的 不同的时候我们都遇到 他修道的不同阶段 这里说 这里所讲到的修道 实际上它是不像剑道一样 它一刹那间的境界 而这里它是很长的 连续不断的 从二地菩萨到十地之间 这里有个漫长的过程 这里从第一地菩萨所见到的东西 然后再不断地去传习 比如说我们读学校 入了学校之后 一直读完之间 那么这个是整个修道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是很长的 一个连续不断的 这个不断的过程当中 他所断除的违品 也就是说障碍 包括居生烦恼和障碍 这些方面分为九种 上 中 下 我们这三种 上 中 下 每一个也是有 上 上 中 上 下 中 上 中 中 中 下 下也是下 上 下 中 下 下 这样每一个分上 中 下 这样中共修道分九种 它所断的障碍分了这么多 那么能断对质的智慧 也分那么多 所以我们前面也不是讲过吧 我们当时前面用一个比喻来讲 比如说衣服上面的 前面有一个译问 为什么说是最大的智慧呢 断除最小的违品 我们世间一般的一些对质 应该是互相对应的 但这里我们最小的智慧 断除最粗的违品 最后就是最大的智慧 要马上师弟莫为的 师弟所有的大智慧 断除最细微的一个小小的所知障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用衣服上的帐钩来比喻 虽然这个帐钩很细很细 但是它需要大量的力量 才能洗净 前面也讲过 所以我们在这里 从二地开始 智慧方面 刚开始二地 三地 四地这样下来 智慧是从下下开始 一直到最后十地末位的时候 智慧是最大的智慧 而这个微品 它是最小的微品 应该这样来比喻的 那这样的时候 佛经当中专门讲到了 我们每一次生起修道的智慧的时候 实际上以刹那间修道的智慧 它积累了无量无所 无有限度的福德资粮 已经有无边的 这一点说明了 我们修行的功德确实也是非常大的 从佛经的教义 直接讲到修道的功德 一刹那间生起它的智慧 或者它的小品智慧和中品智慧 商品智慧的时候 每一个智慧 它生起福德的量 无法用我们的语言和形象来表述 非常非常大的 已经讲过了 见解已经说明了 平时不管是世间的任何一个人 只要修行 修行当中所得到的功德和资粮相当大的 因此闻思修行当中 其实修行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修行我也经常说过吧 我们可能上等人 他在城市里面也可以修 坐路的时候也可以修 开车的时候也可以修 下等人只有把门关起 所有的人都不接触 跟瑟德不接触 不然接触以后 输不了了 看不惯了 所以刚开始初学者为什么要闭关啊 为什么一定要远离一些恶劣的环境呢 这是初学者的一个修行 如果上等者的修行的话 他心中做一切的威仪当中 都可以修行的一种方法 甚至他即使有一些聊天 在他的境界当中更加不断地会增长 他的福德和他的智慧 所以在这里也讲到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讲了九种相 九品的威品和九品的智慧 然后还有在《波罗经》里面 就是道的断支 也就是说障碍和智慧方面分类的争议 就是断除争议 首先第一个也是 遣除与生意当中有争议的争论 第二个是遣除世俗当中无瞬间的争论 分两个方面 跟其他的有些讲也可能分发有点不同 但这样也可以 首先第一个是佛经当中这样讲的 尽数无数当非生意可儿 这个主要是对方很多人这样讲的 我们前面不是已经讲了 修道他的智慧分九种 他所段也是分九种 那对方认为你的修端分九种实际上不合理的 因为他所段除的障碍也是无数无边的 他能断除的智慧分九品 真是不合理的 如果是九品的话 佛陀在佛经当中前面我们也引用过 很明确地说 修道的每一份智慧 他所得出来的福德的资粮 无量 无数 无限度这样说的 既然他所得出来的福德无量 无边的话 那他的因缘也是应该无边 无量 无数的 不可能他的智慧只有九种 然后九种智慧所带来的福德是无量无边 或者他断除的九种违平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所以有人在说 其实这是一种 他这里也讲了 他在神义当中认为是可能存在的 有的一种争议方面的争论吧 神义当中本来一切万法都是没有的 他认为好像是 世俗当中只要九种 这个九种一直是不可分割的 石油的东西 那这种石油不仅是他在世俗当中存在 甚至神义当中也应该存在 否则没有什么合理因果关系的 对方这样提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回答的 佛经当中的确也是说过 说过 修道的智慧他所带来的福德是无可限量的 但是这个意思并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 也就是说他不可分割的 只有九个东西 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从分类上讲 大致分为九地 二地到九地当中的 不同的大致分类有九种智慧 但他所带来的资粮实际上并不是以生意为主的 而是以世俗为主的 非以生意可儿 因此他经中所说的这些道理 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我们可以说是不变的 他的宗法不成立的 大家都知道 什么是宗法呢 宗法其实 欲知法和所理法之间的综合性 叫做宗法 所以它是不变的 怎么不变呢 别人说 你们的九种相不合理的 因为你们修到的九种数量是不合理的 因为佛经当中说 他所得到的福德是 无量无边的缘故 我们说这是不一定的 虽然说是无量无边的 但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 他永远也不可分的 没有这么说 大致的九种智慧 所带来的智慧是无量无边的 比如说我们一棵树 虽然是一棵树 但是一棵树上面所长到的叶子 或者它的枝叶 也是无数无量 也是合理的 这并不是说 这棵树永远都是一棵树 生意当中也是一棵树 四树当中也是一棵树 不可分割的 并不是说外道所承认那样的 承识法 没有承识法 这样树木的分析和规刺是非常合理的 在名言当中合理的 这是第一个辩论 第二个辩论是在遣除四树当中 无有的正见的正论 那么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佛许世世所大悲等流过 对方也是这样讲的如果是福德 我们前面也是跟前面一样的 福德修道菩萨他的智慧所带来的福德 是无量的 无边的 无数的 它无量无边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能引发的因是 九种相的缘故 九品智慧的缘故 最后他们认为 九品智慧得到的也应该是九品福德 只有九品福德 不应该有无量无边无数的了 这是不合理的 对方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实际上这个 我们在这里回答的时候 佛许世世所大悲等流过 大慈大悲的佛陀在名言当中 世俗当中是承训 承训是什么呢 承训是大悲等流过 也就是说 智慧和大悲 无而无别的 这样的一种因缘所诸合的话 实际上这就是修道的对治法 修道的对治法得到的过是什么样呢 这个过是无量无边的 那么这一点是对因比法通达无碍的 全知佛陀通察一切万法的本体之后才宣说的 在相关的佛经当中有这样的宣说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也是可以 意思是什么说呢 意思就是说 别人认为只有九种智慧 只有九种智慧 九种智慧所带来的福德 除了九种以外 不应该有多的了 我们下面说 虽然世俗的生意当中 因和果的关系都不存在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在世俗当中它有一种无奇的因果 那无奇的因果是什么样呢 见到的时候它有无缘的大悲和无缘的智慧 那无缘的大悲和无缘的智慧综合起来的时候 它入定智慧最后厚得的时候 这样的入定智慧的厚得 或者它的等流果是什么呢 它的等流果实际上就是说能产生 在明言缘起当中产生无缘无缘的智慧 这一点大慈大悲的佛陀以他的现见 一切万法思想的智慧来辞职 并且确定的 所以这样也可以说 或者从我们例证来讲 麦法仁波切也这样讲的 从例证来说 也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修道的智慧 他愿一切众生 那愿一切众生的时候 愿一切众生他回向善根 那回向善根的功德 其实也是不可思议的 你愿每一个众生 愿他们的回向 还有用智慧和方便来摄持 这样的善根产生无量无边的福德 这是非常合理的 因此修道的九品智慧 实际上它能产生无量无边的福德 这是非常合理的 这合理的原因有两种 一种就是佛陀召见 彻置联合因果的一切隐蔽法 只有佛陀才知道 一般凡夫人确实也是不知道 我们现在不懂佛法的人 有时候觉得 佛陀说什么 好像自己也是跟佛陀一样的 其实特别可笑的 跟诸佛菩萨 如果像智慧各方面能屏蔽的话 那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 其实凡夫人的智慧的确是非常有限的 我希望许多人还需要开智慧 开智慧的方法有几种方法 有一种方法通过长期的闻思修行 这也是开智慧 否则如果你没有闻思修行 其实我们的智慧很容易畏缩 智慧也有畏缩的这种现象有些人也不闻思 也不考虑 什么都不去 天天都是吃的 喝的 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想的话 你智慧会畏缩的 还有我们这个 我看刚才那个 在那边 公路旁边都是有 我在中午的时候 看好几个道友在那聊天 拿一个大道的水桶 一直在那聊聊聊 我看至少他们四十分钟还在那聊 不知道聊佛法还是聊时间 如果聊佛法还是可以的 如果天天聊一些时间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希望大家智慧长期的要锻炼 其实我们身体也需要锻炼 更重要的智慧也要锻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要长期 尤其是要自己开启智慧 需要祈祷文殊菩萨 像我们藏地 历代所有的高僧大德他们有智慧的 比如说 全知五个光尊者 莫方仁波切 宗喀巴大师 萨迦班哲道 包括法王如意宝 他们都是把文殊菩萨 当作自己的本尊 一直修文殊菩萨 如果你不太会修的话 至少也是我们每天念文殊战 这个文殊战是五百个班子大一口同声 不摸而合作出来的赞颂 非常有功德的 每天都是自己念诵一些文殊信咒 祈祷 包括他的照片这些经常去观想 这样的话 非常有用的 像我本人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智慧 但是自己觉得这几天要奔 好像奔得很不行 这个时候马上祈祷文殊菩萨好像感觉马上清晰过来了 有时候忙这个事 忙那个事 很多事情好像自己觉得 迷迷糊糊糊了 现在这样的时候尤其是在佛法方面 的确我也是自己感觉上 有些以前背过的书 以前的有些教证 就很多方面 可能是不是文殊菩萨也不爱世间法 世间法方面他也不太帮助 我经常有时候祈祷记心 包括有些工程的数据 很多记的时候不是记得很好的 但是在佛教方面 不敢说记心很好 但是有时候比较而言吧 跟我同年同学的 还有跟很多人一些法语上 平时在聊的过程当中 自己也觉得不是特别失望 这样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应该经常祈祷文殊菩萨 其实历代的高僧大德 都是通过修文殊菩萨 后来开启智慧 弘扬佛法 自己修行成功的 在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特别特别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我想 我们要经常想利益众生 那利益众生的话 文殊菩萨是在利他当中 释迦牟尼佛这两者 确实是法心最广大的佛和菩萨 因此不可思议的一种缘起 这种缘起自然而然文殊菩萨和历代传承的加持 融入自己的心 那个时候不用特别的费力 自然而然很多道理会明白的 以前你学居士的时候 学中观的时候 学英明的时候特别费劲 后来自己的法心很清净 经常爱利益众生 慢慢慢慢 很多问题我都有这种感觉 以前在自己闻思的时候 虽然比如说我对仙观 很多非常有信心 应该现在我看我的法本的时候 我自己还是有种感觉很好的 噢 我以前去印度的时候 也是每天带着法本 好像有时候看到法本的时候 印度的山水我就想起来了 噢 那个时候我是当时怎么够的 包括出去的时候也是 虽然那个时候特别忙 要是跟法王一起 但是那个时候我对仙观传论的关系最好的时候 我去印度的奶奶90年的时候 现在还是有个美好的会议 所以显观我们之间的关系 现在还是一直是很好的 应该祝贺祝贺 所以有时候我这样 我刚才为什么这么说啊 就是说 我刚才说的意思是 现在想起来了 虽然现在有时候可能做事情有点多 但是那个时候的思维法意 好像是比较天真 比较简单 很多地方都是不懂 现在一讲起来的时候 虽然中间没有看很多 但是现在很多问题 好像自然而然解开 这句话应该是这样解释 这样更加有一些深度 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可能在闻思 不是短短的一两个月 一两年当中完成的 像五不达论也好 密宗也好 自己应该把它当作一辈子的 一生当中的 不是我们读小学的时候 小学都课完了以后 从此之后再也不需要课程了 如果看到也是生厌烦心的 这样的闻思我觉得不究竟的 应该是自己所学过的这些 永远对这部法有很好的感情和信心 这样永远对自己获得一种加持 这也是我自己觉得 传承上师的加持和文殊菩萨的加持 非常分不开的等等 很有佛陀的智慧 还有佛菩萨的智慧 确实也是能通察一切万法 因此我们特别荣幸 今生当中 怎么样非常繁杂 复杂的情绪 很多人的心态很不正常的 那样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佛法的名当 很多人来讲 关键是不能放弃 要放弃的话 在所有的损失当中 我觉得可能对你来讲 乃至生生是损失是最大的 有些人可能你世间的生活丢失 工作丢失 或者自己身体生病 这些都觉得是一种损失 但是所有的损失当中 我们的信心和正见损失 就像《四百论》当中所讲的一样 特别可惜 下面讲到这个是刚才讲到了 这个也是实际上 他们的辩论师也是通平不辩 可以说他不辩地回答 下面讲到断职方面的争论 分两个方面 首先一个是证悟生意者 断得不合理的辩论 还有在四数当中 刹那法不得辩知的辩论 分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 对方的辩论和我们的回答 主要是小乘有始中 他们的一种观点 不可说心中 不可有正见 则所所修道 何段福和德 对方这样认为的 他们认为 不是你们大乘佛教经常说 一切万法在生意当中远离四边八夕 不可言说 不可思维 既然是不可言说 不可思维 他真正是一个自信的话 那其中没有什么正见 没有什么 刚才说是正义 要断除正义 远离 这些也没有什么说的 断除正义也没有 断除瞬间也没有 因为一切都是 没有什么存在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说所谓的修道 刚才修道当中 我们就分了修道的智慧分九种 所断也分九种 这样说法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所说的修道当中 何段何有德 而得到的九品智慧到底是什么 所断除来的九品 这种违品到底是什么的 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如果我们像乘朗论师当 英明前派的一种论师来说 因为一切法是不可言说的 所以不可能有正 见 或者对质的智慧 所断的障碍不可能有 犹如虚空当中的莲花一样 那么修道也是如此 这个是我们英明前派的一种论师 三相推理之前的一种论师 如果有三相推理的话 修道的智慧不可能有断正正义等 断正正义等 因为它是不可言说过 如果是不可言说的话 那不可能有这些 犹如虚空当中的鲜花 虚空当中本来这个鲜花也是没有产生过 它的存在也不可能 它最后的死亡也没有 所以虚空当中的鲜花的评价 在名言当中也实际上是不成立的一种事实 不成立的一种同样的道理 如果一切万法是远离四边八心理所的话 那所以断 正 对质的智慧 这些你们说来说去有什么用呢 没有 其实对方可能生意跟世俗混在一起的这么一个辩论 有始终经常有这方面的一些辩论 下面我们对它进行回答 大辩 那么 如所说菩提 此般说愚痴 菩提正如想 此也必为想 这样的 下面对它怎么回答呢 回答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 你们这个有始终其实自己的观点当中 实际上也有一个叫做精知和无神知的菩提 据舍学过的人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精知一切烦恼障全部已经灭完了 已经灭尽了的那种智慧叫做精知 然后无神知以后再也不产生的智慧 怎么解释的 是不是 障碍断除了之后不会再产生是吧 不再产生无神知吧 精知呢 精知就是断除的障碍 那有什么差别 一个是断除 一个是不神是吧 断根的阿罗汉才有的是精知 一个是有精知无神知 哎哟 起死人忘了 对啊 什么 你给 断根的阿罗汉具足的是禁止 但是没有无神知 因为他有可能会偷偷 只是另一个是阿罗汉可以偷偷 所以才有生之后 两个都有 是吧 对对对 这个 对 你看 怎么说呢 是对 我刚才说的原则上是对的 精知是所有的烦恼障已经灭尽了 叫做精知 无神知 无神知 这种烦恼不会产生 但一般断根的阿罗汉它有精知 不一定有未神知 因为断根者就像是 用剑石 花刀一样有时候也会有退石 虽然时间比较短 它不一定有无神知 顿根的 而利根的话 这两个智慧都有 所以在这里比喻 你们小城有时中自己成为精知和无神知是一种菩提 那这个精知和无神知实际上他也承认 这是一种理所 远离言说的一种智慧 这是小城当中也是承认的 就是我们切记得要见您的 怎么说的 好像文殊菩萨今天对我智慧是不是不适合呢 刚刚说个大话有点不行了 他也可能忙吧比较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们小城的精知和无神知 也是远离四边八息的 没有什么理所的 但是它是可以成立的 它也是在生意当中虽然这样的 但世俗当中阿罗汉他相续当中有这种智慧是合理的 同样的此般所欲是 我们在大城讲相关的时候 也是在生意当中 菩提无为法的智慧 远离一切言说 远离一切思维的 但是他在明言当中 他也可以能承办 他需要断除的障碍 增长的智慧 在入定的时候 远离一切想的智慧和触定的时候 他通过这种智慧的力量 该断除的也可以 所以自己的所求是 完全是可以的 啊 承办此所欲是 菩提真如相 就像你们小乘的菩提也是有真如 或者空性的相 小乘的菩提 其实阿罗汉的菩提 也是他属于一种无畏的真如当中 他所了达的 也就是说 道地究竟的灭地 这样的真如相也存在 此也必为相 那么我们修道 也为什么不合理呢 其实我们在修道的时候 也是完全可以 大乘说无声 欲说净空心 就像根本会论里面吧 大乘说无声 欲说净空心 欲说指的是小乘当中的欲说 什么 净无声一同 事故事因人 好像《中观根本会论》里面有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 你们说的是精知 我们说的是无声的智慧 因为大乘当中 尤其是《中观根本会论》里面 一直觉着 所有的法都是无声的 无声的缘起法 这样的话 精知和无声知在某种意义上看 它是同意的 因此在这里应该是可以认同的 也有这个教证 好像是不是《弗仁波经》内讲义里面有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小乘的辩论也是不一定 你们说的是 你们的菩提是不合理的 因为它是远离一切严所之谷 如果远离一切严所 那肯定不合理的 你们修道的九种智慧 九种智慧 这些是怎么合理啊 其实这样是没有什么辩论的 那这样的话 你们的菩提也是这样的 你们小乘的阿罗汉的菩提 不管是无声知也好 精知也好 也是在生意当中都是空性的 它是灭尽一切变的 但实际上世俗当中 阿罗汉的这些智慧的产生 还有他断除的烦恼障碍 这些都是合理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 为什么不合理的 其实这些道理 我们如果比较明白的时候 现在平时在生活当中 世俗的现象和生意当中的空性 这两者在很多问题上面 可以这样承认 如果你不这样承认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全是迷乱的现象 但是在迷乱现象的很多类别 在生意当中是不成立的 而这些圣者们 无论是小乘的阿罗汉也好 大乘的修地菩萨 或者说见地菩萨 他们都是已经有不同的证物 那这样在他们的眼前 绝对不会有的 那我们世俗当中也是这样的 一些老人 他虽然看得到一些孩童的玩耍 但实际上他自己 没有这方面的执著一样 我们人间的很多层次 我们经常也跟一些道友说的时候 我们是凡夫人啊 我们是凡夫人 的确也是我们有时候可以这么讲 我们认为这个存在跟这个 圣者认为这个存在 完全是不相同的 而我们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差别的时候 我可能对他执著 他如果丢了 如果坏了的时候 我就心里伤心 尤其是我执著比较重的 我对财务执著比较重的话 我可能哭啊 今天我的差别没有了 怎么办啊 我的家人死了 怎么怎么怎么 但是如果你懂得了世俗的各种因缘 生意的利息空性的时候 那就没有什么了 这个时候你就完全从道理上明白 道理上这样的明白 它的分量 它的利度是很高的 可以说是 我们任何的安慰 任何的这种就不需要 因此我总觉得佛教的一些闻思 闻思带来的修行 修行带来的境界 在生活当中它是很需要的 因此我们心的力量要坚强的时候 修行的力量坚强 自然而然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无论是我们平时能解决的问题就更不用说了 平时我们生活当中 根本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这种境界面前它是特别容易能解决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好 今天会发生的事情 好 下一个人 好 曾经在中国人 我乘过来发生了 我一直在把握对她的 我一直在不停要钓 但我一直在哪里 我一直在想起来 好 我一直在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